编者言,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赛,8日揭晓,今年办出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由台湾清华大学林本坚教授获得,过去24小时,许多媒体争相报道,谁是林本坚? 在此其中,许多人谈林本坚对台积电的贡献,许多人谈它如何改变半导体技术发展的路径,这些都是林本坚教授奉献人生进物实在在半导体科研技术领域所写下的成就篇章,林本坚对于科研的追求精神与实质贡献,拿下未来科学大奖实质名归,但在林本坚获奖的背后,其实更让人深思的是, 在激烈讨论中国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问题的当下,林本坚,一个嘶嘶哭哭的科研工作者,用他终身的科研成就,改变了全世界半导体技术发展的路径,由此所记得出的影响之深远,不只是单一公司,在商场上的胜负消长,而是由半导体技术驱动全世界科技发展进步的速度, 七十年前在实验室里诞生的经济馆,或许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仅次遇见与电话以外,对整个人类世界影响最深远的科研成果。 当我们谈不要沉迷模式创新,经济成长效益,而必须更重视,核心技术驾驱创新,的实质变革成长,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资本市场的追逐紧逼,是预浮沉销上的估值与股价追求较劲,是靠着蹭着热点,风口扶摇直上的便宜捷径, 许多人悲观的不看好中国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发展,其中的一个关键,就因为在现在这个氛围下,可能很难有人傻到愿意花几十年时间只为做好一个技术,即使这个技术最后能做到世界第一。 大林本坚教授是一个实证,从科学研究的成就到产业影响力的实现,他的精神,是在这个时代中,值得被尊敬,也需要被更多人看到的,有为者,一如是,让我们想想,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后,中国半导体芯片,甚或者是科技产业,是否能有更多的林本坚出现? 这是中国半导体芯片科技产业的挑战,也是绝大的基于关键,我们诚挚得恭贺林本坚教授,成为未来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的首位得主,我们也深切的期盼,在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的长路上,将更多坚持科研创新的人绝不寂寞。 图2018未来科学大奖现场未来论坛,2018年未来科学奖揭晓,一个出生越南,成名于台湾的陌生名字,连本坚拿下数学比计算机科学奖,吸引了众人目光。 一般读者或许对它很陌生,但半导体业人人提起本,没事会肃然起敬到,曾经因为它的一个疯狂点字,像光客级巨部,S模高达,7.5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归零,更让15年前还未大大茁壮的台积电,首度拿下新技术的发球权,一步步到今日逼近 林克尔技术霸主地位的地位。台积电创办人张中楼曾说过,如果没有林本坚和其带领的技术团队,台积电的光客部门不会有今天的规模,林本坚在2000年加入台积电时,公司的光客团队仅50人,一直到2013年挖展成500人规模。 在他2015年从台积电退休时,光客部门已经长成700人的大团队了,台积电营收18年起飞跳,技术实力一步步逼近英特尔众所周知,光客或称为影,是半导体工艺中,非常关键的一大程序。 林本坚2000年加入台积电后,都排众毅力亭已进入世光客,技术取代当时是主流的干世光客技术,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生态。 时间拉回2000年左右,当时的台积电全球营收约53亿美元,以这个规模来看,大概是在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厂的第十大门口台环。 约莫是一个中型半导体企业,当时的龙头巨波英特尔的年营收约300亿美元,年十八年过去,眼前的英特尔年营收规模成长了一辈子超过600亿美元, 然台积电的年营收已经从2000年的50亿美元,成长将近期为来到超过330亿美元。 台积电有近日的成就,不但是营收规模器被调,技术实力更是逼近英特尔,林本坚在2002年的一个鱼工一山的疯狂点子,绝对是功不可没。 如果,林本坚提出疯狂点子,以选作为机制取代传统的干式光刻技术,我们现在常聊半导体大厂的七纳米战争。 2002年的全球半导体产业从0.13微米130纳米技术,90纳米技术,在发展到65纳米节点左右,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技术大壮强期。 在林本坚提出的近日是光刻技术以前,半导体制程一直都是以空气作为媒介,也就是所谓的干式光刻技术。 那时的业界共识是继续发展157纳米波长的干式光刻机,支持者包括光刻大厂。 ESMA也投入约7.5亿美元做研发,但是,这个技术的近日遇到严重假观。 于是,林本坚提出的疯狂点子来了,他认为157纳米光刻技技术的难度很难克服,建议走回头路用上一代193纳米波长的光刻技术,且后天荒提出以水为介质,而非传统的空气作介质。 是,因为透过水的折射可以找到134纳米的光波,居然比157纳米的波长更短,成功突破当时半导体大厂都束手无策的关键瓶颈。 但这个疯狂的点子,初期在业界是难以被容忍的。 林本坚提出的技术突破原理为何遭到当时众多的半导体大厂反对? 甚至引来敌意,因为当时大厂已经投入巨资在研发157纳米干式光刻机上,光是S就投入了超过7亿美元的研发费用。 2000年的7亿美元可不是小数目,逼近台积电一年的资本支出,如果技术大转弯,不就等于是宣告大厂的研发费用都削本无归了。 可以想象,当时的林本坚承受的压力之重,一些板队的大厂也提出疑虑,认为衣食类戒指容易产生污染,且水中的气泡会影响光刻成果等。 但林本坚不为质疑,带领团队完成一篇篇的论文发表到国际期刊上,一届达外界的疑虑,当林本坚找入台积电,曾担任台积电COCOO的几数大老奖上益。 曾透露一段秘心,当林确实有大公司的高层表达严重关系,希望奖上益能管管林本坚,要他不要来小局。 而林本坚也曾表示,若是没有奖上益的支持,他提出的进润是光刻技术根本无法推动。 之后,林本坚提出的进润是光刻技术在张周谋,奖上益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有机会放手一搏,一步步获得国际大厂的认同。 当时,光刻技术还不像今日是,ESMO多霸局面,还有Nikon,Canon两家日商和ESMO,并列为全球光刻三剑客。 而那时,第一个宣布加入进润式光刻机生产的是日商,Nikon一年后,ESMO也正式放弃原版157光刻机研发,加入生产193光刻机之列,并且与台积电共同研发。 且IBM等十多家半导体厂也跟着转向,根据采购193纳米光刻机,当年的193纳米进润式光刻机从65纳米,40纳米一路发展到28纳米,20纳米,16纳米以下,都是高级工艺的重要关键突破点。 全球月一末90%,以上的电信体都是采用193纳米进润式光刻机所生产,生于越南,经历IBM工作于20年,创业洗礼,在台积电攀上GI顶峰林本间的GI若从1970年载,IBM开始散起,一直到2015年底从台积电退休,总共经历了46个函数。 其中,在IBM待了22年,之后曾短暂创建约,8年的时间,最后的15年职业是在台积电度过,喷上人声鼎峰,他在2015年底已从台积电退休,而他为台积电打下的这一场胜仗,已经是名流青史了。 林本间其实出身于越南,在西贡附近的城市长大,在高三奈一年独自以乔生的身份,到台湾新竹中学年书,隔年考上台湾台大电机系。 巧合的是,在林本间,13岁的时候,他母亲送他一台老式照相机,开启了他对于光的探索。 他的博士论文都是与光有关的技术,而取得博士学位的林本间因为对于光与拍照的热爱。 首选的工作是进入柯达,但投去的履历都没有回音。 最后误打误撞进入了IBM,就此进入了半导体领域,继续研究光技术,还颠覆了整个业界生态。 信仰虔诚的他认为进入IBM,台积电工作都是神的带领林本间本人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传教也是退休之后的生活中心之一。 他曾经分享细数生命中的七个转折点,出生、信主的台湾新竹中学求学,进入台湾台大电机系就读,进入IBM工作,创业,进入台积电工作。 这当中的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 他分享,进入台积电工作,一切都是神的指引。 林本间在IBM工作超过20年,之后经历创业。 当时的他在美国生活工作都很愉快,直到他创业公司的竞争对手,被一间大公司合并后,财力实力各方面都远远胜过他的公司。 当时的他,在脑瞬间降临。 虔诚的他在1999年12月时,向神做了一个非常慎重的祷告。 神啊,你要我走下去吗?还是有其他的路? 其实,他当时心中是希望也有另一间大公司,来合并他当时的公司。 但他不敢这样对神说,只说神啊,凭你的指引行事。 两个月后,他接到一通从大公司打来的电话,但并不是要合并他的公司,而是蒋上亿打电话给他。 他加入台积电,他认为,这通电话是神回应,他两个月前的祷告。 于是,他没考虑太久就答应奖上亿。 2000年4月就到台积电上班,对领本监医生而言,信仰是他人生的光。 成就非法的他的一生获奖无数,曾获得两个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IEE,大奖,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 U.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尤其在2013年获得IEE,西泽若一金牌大奖,Igen H&E Shezala Medal,金牌是,IEE奖项中最高的等级。 身,个人技术研究成就生是攀上高峰,林本先的一生充满着传奇的色彩。 他当年的一个疯狂想法,离看国际大厂的反对声浪,造就了他一生在半导体领域不可抹灭的成就, 更让台积电一步步走到今日足以挑战英特尔的地位。 你软产业的技术发展,其兼致骨感的信念,不具强权的勇气,是成功的核心。 林本先无疑是一个模范,也是一个指标,让每个科技人都牢记这样的勇气与信念, 继续朝自己相信的价值努力前进。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